记者林金伦宜兰报道 宜兰县政府与郊西三公所共同主办的2017郊西温泉季 于今日热闹开幕 除有来去郊西洗魂书千人采接活动 还有来自日本的山行县米泽观光协会 花丽舞蹈队与圣钢三萨舞团共相盛举 其跳温泉舞活动也首次在郊西明德训练班举办 让民众抢先体验其日军营变身为城市绿地公园的新氛围 郊西温泉季自民国92年开办至今已迈入第14个年头 今年首度将活动主场地 以食园为军中辅训中心的明德训练班南营区 该营区已被县政府纳入郊西养生花园院井内 计划打造郊西一文绿活基地 县政府已先将营区围墙拆除 期盼打开空间 再借由温泉季的举办 让民众率先体验市区里仅有的绿地公园 今年温泉季的开幕是于下午2点展开 宜兰县代理县长陈经德 立委陈欧珀 郊西乡长林习忠及东山乡长谢灿辉等人均与会 来自日本的圣钢三萨舞团及山形米泽观光协会花莉舞道队 先后登台演出 接着34个表演团队包含郊西在地学校 社团社区及温泉业者共千人陆续走上街头采街 从明德训练班出发 新京德阳路 中山路 温泉路 中校路再绕回明德训练班 过程中团队们跟着活动主题曲来去教西喜魂书舞动 现场热闹飞 从今日到31日的每个周末晚上7点 在活动主场的明德训练班也安排台与歌王谢明佑 原著名歌后以利 高漏 范宗佩 阿卡贝拉天团 Vox 完生乐团等轮番演出 原去也不知宜兰染工方发展协会与法务部角镇属宜兰监狱合力制作的600个天然染布灯笼 建府还利用营区建筑布置40个文创摊位 将昔日的军营变身为绿地新空间 陈经德表示 宜兰人洗澡的台语念写婚书 除了洗身体外 连灵魂都要一起洗 让心灵洁净 这是宜兰人最值得骄傲的特色 浇西的平地温泉是全台绝无仅有 碳酸清辣泉更是最好的美人汤 欢迎全国民众一 同采域温泉季体验全台独有的泡汤文化